梵台俗情詩 故事是講阿母媚娘 在太宗的時候被選為裁人 後來太宗駕崩 立下為召 以媚娘出家為離 跟著高中繼位 她回想起以往和媚娘的一段情 於是有一晚她夜訪錦葉子 探望媚娘 她見到媚娘容顏潮水 孤苦伶伶 於是激發起媚娘的無限愛戀 於是就決定接媚娘回宮 重逐以往未了的情願 為我們演出的就是彭美星同學 和潘玉燕同學 我給點掌聲歡迎他們兩位 感動作詞 烤碎红鱼 半清晴 万般无奈 中心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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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